还有一次最让我害怕的一次 就是我们舞蹈队出去聚餐 然后刚从那吃饭 他的微信消息就一条条弹进来 说你旁边的男生为什么敬你酒啊 对面的男的为什么跟你聊得那么开心呀 我就特害怕 我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一直盯着我盯着我 盯着我后背发凉 那我问你去哪吃饭你也不告诉我 我就只能偷偷跟着你出去了 你干嘛那么不相信他呀 我就害怕别的男的对他有意思 他喜欢的不是你吗 他不跟你谈谈女朋友吗 但是我怕时间长 他又不喜欢我了 真不喜欢你 还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呀 你们这恋爱谈得累不累 你累吗 累啊 你累吗 累特别累 分手啊 但是他就是之前对我也 他对你怎么好 你把这好说来听听吧 就是我脾气因为特别差嘛 他就是那种可以一直哄着我的人 一直把我哄到高兴的人 然后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他都满足我 我想要什么好吃的 他都去给我买 他对我挺好的 就是一直猜疑我怀疑我 还最后因为同事那件事 让我从公司辞职 因为实习嘛 找份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就因为实习也要让我看 但是你为啥要欺骗我 就跟别的男的在一起 我欺骗你什么了呀 我跟谁在一起了呀 就你跟那个同事 和其婆的欺骗我啊 就骗你啥了 你给我说说 你这个说话老说一半 他们俩怎么骗你了 孩子 我看他俩的留签记录 说什么 发个五十万块亿的 这个红包的事 就是我就一直心里感觉 不是滋味 还不让我知道 你发个红包 我知道又怎么样 你知道又要问东问西的猜疑我 因为这些吵架至于吗 不是你明明知道他爱吃醋 你就注意点不就得了 你跟男同事说 别发啊 祝福收到了 我男朋友容易吃醋 红包我就不要了 心意我领了 谢谢了 OK了 但是我已经收了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就因为这么点小事 天天追着我问 你明明知道他爱吃醋 干嘛跟五伯喝酒呢 你跟五伯说不好意思 我不能喝 我男朋友太爱吃醋 要不然把男朋友叫来 咱仨一起喝不得了吗 因为我觉得这样没什么 我实在是受不了